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众效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们大家要站起来 休斯顿各族裔社区代表经过多时之集会商议 已经共同决定成立一个多族裔制联盟阵线 我们将在此联盟之下共同追求和保障自己之权益 这项创举也将写下华亚裔在美国政治史上之历史 近百年来我们因热爱这块土地成千上万的世界各地移民涌进了美国 我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来共同建设这个伟大的移民国家 不幸的是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 正在被一批狂妄的政客不断侵蚀和摧毁之中 我们无可否认非裔领袖金英博士为了争取民权而牺牲 他为我们少数族裔之生存及权力打下了基石 但是时至今日 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不义仍然阻挡社会之乱象 就在5月13日 我们将集结各族裔代表再次举办前任大会 抗议德州议会提出之歧视法案 我们将反对到底 因为这项法案将是反华亚裔制开端 今天大家要谅解的是 这些反华亚裔法案一旦通过 其影响层面将蔓延到经济及政治层面 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